曾經有不少人留言問過 如果卸妝的時候不想用卸妝油 可以用什麼來卸妝 或者只是塗過防曬 沒有怎樣塗過粉底的遮瑕膏 需要卸妝嗎 當然要卸妝 只不過不一定要用卸妝油 而且有些人不喜歡油膩的感覺 所以可以試試用卸妝水 其實如果你的妝不是太過濃郭地濃 又或者不是有黏過假眼睫毛 有些膠水漬很難擦 一般上班的妝可以用卸妝水 都已經很乾淨寫得到 我平時下班回家的時候 因為卸妝已經是很多個小時 我不會等到洗澡的時候 才用卸妝油再擦再擦 才會洗 否則皮膚會很累 所以我會習慣回家 用卸妝水先擦面 然後到洗澡的時候 再用洗面膏才清洗 平時勾妝的時候 我都會用卸妝水去幫我的客人 轉妝 或者去擦一些融化的眼妝 之類的 我自己比較信賴的是 BioDerma的卸妝水 其實很多人都用過 或者很多人都認識它 我平時自己在家用的尺寸 超級大支 平時如果外出旅行 去工作的時候 就會用一支比較細小 不少人都擔心過 或者你未接觸過卸妝水 會怕它卸得不夠乾淨 所以我現在就來示範一次 首先我這邊已經卸了 這邊是日常平時上班會有的妝 例如我現在有粉底 遮瑕膏 碎粉 眉筆 防水 然後有些防水眼線液 眼線液 眼線液 還有眼線液 胭脂咀也有 現在我們先來示範一次 可以解答大家的問題 怕卸不乾淨 好 我們先按著眼線 按的時候 我會在撥高的時候 順便把眼睫毛向上撥 躲上眼睛 大概敷十秒八秒左右 然後就可以向後 一拖 就已經可以抹到大部分八九成的眼妝 就是這樣 你看到都脫出來了 然後 當然因為眼睛又弧到 所以一些很近眼睫毛根位的顏色 或者一些防水的Mascara 你要多抹兩三次 就敷它一會兒 然後再抹 不要拿完卸妝水 就狂抹 其實敷它一會兒會好很多 它會溶解 對 我自己覺得 就會用卸妝水 比較健康一點 沒有那麼傷皮膚 其實卸妝油也是一件不錯的產品 只不過 如果卸妝不是太濃的話 那你有時 用完卸妝油乳化的時候 它不多不少可能會過分地去清洗到 我們皮膚本身應該有的油脂膜 所以反而會乾了 所以這個卸妝水 它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本身也是油脂膜 即是沒有油脂膜 那我們就輕輕地抹幾次 其實你看到大部份要脫的東西 它都會脫的了 那我們 當然如果你平時妝濃一點 你可以多敷一會 都不是太慢的 然後下面我就會習慣摺起化妝棉 然後再這樣按住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就剛好貼住我們的下眼線 就可以溶解到下眼睫毛那些的睫毛膏 還有就是眼線那部份 那我就輕輕地敷它 好 然後就是了 向後輕輕拖 拖走 或者你可以再摺細它 然後再敷多一次 那大概呢 抹它兩次左右 下面通常不會太多顏色 那其實它都已經抹得非常之好 又不用說很大力 好 然後呢 抹到怎樣才叫它乾淨呢 那你見到那個化妝棉呢 可能真的白色的 即是沒有什麼顏色可以再抹出來 即是就算敷了十二八秒之後 那其實都已經是算抹得非常好的 好 然後面上面那裏呢 其實那個顏色呢 就更容易抹 因為其實眼妝都是比較 即是顏色會比較防溶一點 那其實粉底雖然有些都防溶 但是就不會說很難抹 那你輕輕這樣打圈 慢慢打圈 然後就 你見到呢 唇膏 抹到沒有色淨 那就已經OK 一般來說呢 我大概抹三次左右 那整個妝都已經是清光了 那你見到那些瑕疵 那些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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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 燃光了出來的 那抹的時候呢 那我便會推薦呢 是翼毛孔抹的 即是打圈 翼毛孔抹的 那是因為可以呢 就清光了 那些化妝品的殘餘物 那你見到 那化妝棉呢 就大致上抹到 正反兩面我都會抹到 即是沒有什麼色 其實都可以 即是停的了 那然後就 那一路休息 或者做自己的事 那直到去洗澡的時候呢 那我才會 再下射妝液 不是射妝液 而是洗臉膏 去洗臉的了 那除了呢 那些Bioderma呢 這一支洗妝水呢 即是比較多人用 口鼻也好之外 那其實 那其實同一個品牌呢 還有一支面膜都蠻好用的 那尤其是我自己 轉季的時候呢 就會特別喜歡用 它是一個防敏的水份面膜 那尤其是我們轉季呢 皮膚容易敏感 即是因為天氣的問題 那所以這個呢 我就逢轉季必用的了 即是會是比較安全一點 而且又不會說令到你敏感 兼且可以舒緩敏感 還有呢 就可以有一個保護膜 那所以這兩樣東西 我會覺得是 即是我自己最上用 還有我也覺得挺好用的 那我推介給大家